太平洋上第8号台风 中度台风马利亚 目前仍然影响马祖地区 但是台风强度在过去已经减弱 也随着它的快速移动 气象局解除了台湾东北部海面 东部海面的海上台风警报 也解除宜兰花莲 以及中部地区的路上台风警报 目前第8号台风中心是在 马祖北北东方大约30公里的海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 其他已经快要进入中心 快要进入中国大陆 然后在它的这样的路径情况之下 我们目前路上警报区域 就是在苗里以北 以及到基隆地区是路上警报区域 海上警报区域则是台湾海峡北部 和北部海面 当然也随着它在 下一两小时移动过程中 路上也会被 就是它暴风圈也会离开了 好的 台风正在逐渐远离台湾当中 不过呢 宜兰地区因为地势比较低洼 昨天晚间到今天清晨的时候 最大风力一度出现十一级以上 那么今天宜兰各机关学校 都是全天候的停止上班上课的 让民众有时间来做善后的处理工作 经过一夜之后